做工的人在做什麼 歡迎收看土木星球 今天就是要來靠大家來打破迷思 土木系在學什麼呢 不管是結構水利大地銀館 絞蟲都在我們土木系的範疇裡 那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堂課 最喜歡嗎 就是在大學四年裡面 欸這樣 我這樣有點兩位老師旁邊想說 我先這個推定 先先鋪耳朵 我是都喜歡哪一堂課 會條最近啊 看這個新聞 工程學院最低起薪居然是由我們 土木系居官 各位 等一下這個在這邊得到冠軍好像沒有很開心 對那這邊就想要問一下 難道就是真的讀土木系是沒有前提了嗎 怎麼在土木系賺大錢呢 好大家都寫好囉 OK 3 2 1 班 我們來問一下學生好了 就是你們還沒有出社會之前 你們對在這行賺大錢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問一下小羽 好像自己自己創業會是 最容易賺大錢的 喔真的喔 對 那對那大家其實答案真的都還知道 那你咧 我這邊比較不一樣多一些 什麼考執照跟待比較久 就是像老師講的可能考的祭司執照啊 就會年輕破版是非常容易 年輕破版還聽到就眼睛都亮了 非常容易非常容易 我想這個題目好像大家的答案就差不多 當老闆 當然你還有很多工作 比如說當什麼高級的工程師啊 給人家受聘啊 或是當高級公務員 那個薪水當然也都很高啦 不過我們現在探討是賺大錢嘛 賺大錢啦 簡單來說那開公司 我就舉兩個例子好了 如果你今天資本很雄厚 比如說怪手啊 重機具很多 你可以開營造廠 你可以去接很多建設公司 或者是市政府的那些標案來賺錢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這些硬資本硬實力 你有軟實力就像剛才同學提的 你很會考試考到這個執照 那你又很會做這些結構分析 結構計算的事情的話 自己去開 顧問公司 那顧問公司就可以去接 各種標案的設計啦 或者是這個監造 就是監督這個工程的工作 那這樣接的越多標案 當然也是賺的越多錢啦 所以我簡單的就是普通說 硬實力跟軟實力開公司的 賺大錢的方法 櫃橋這時候呢 就想要繼續來逼問老師一下 到底土木系畢業之後的出入跟薪水 在講這個之前啊 我想這個行情的薪水 每個人能力有高有低 那還有這公司的這個制度啦 也有高有低 所以不是一竿子打翻所有人 但到工地主任的話啦 月薪可能六七萬 那很多耶 對 很多 對啊 但是也要負責相對的責任啦 那還有如果你對這個 設計有興趣啦 或力學計算有興趣 你可以去我們前面有提過的 顧問公司上班 隨著資歷當然薪水會越來越多 還有你的能力越來越強 那不過大概來說 兩三年 三四年的話 大概50K上下啦 應該是有的 那再來還有公務員的話 這個薪水就是比較固定 有個固定盤啦 高考畢業進去 當年我們進去是 四萬五千兩百啦 就我的認識已經調到 高考進去起薪已經快要到 四萬 將近五萬啦 四萬九左右啦 那四萬不要想說很少 還可以領到大概加年終 加考級獎金 十四個月 十四點五個月 應該都可以拿到的 將來有機會 當然祭司以後 去外面這個 上班啦 人造合一 你人也去上班 執照也一起在裡面 幫忙簽證的話啦 這個 年薪百萬 不是問題 想到傑哥剛才有提問 年薪百萬不是問題啊 可以偷偷問 老師呢 當老鼠 如果這部分可以卡 可以卡掉嗎 這個部分 我發現 我發現 小豪老師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不想也沒有關係 可以卡掉 學長你的領的不是跟我一樣嗎 你要幹嘛我回答 因為你 因為我 其實也是死豬價啦 一般助理教授 起聘大概是接近七萬 但是你要算那個CP值 我們必須至少讀完兩年碩士 然後基本 那有的可能甚至更久 那像玉珍老師他還出國留學 可能要讀更久 或者是他所付出的這個成本 可能更高 那當然我們也會 隨著我們的年資也會調新 不過 就像我剛剛所講 我們可能是晚 以大學畢業之後就開始工作的人 接下來就要問一些比較 知識專業性的問題啦 聽說土木系有一句話叫做 今日土木 明日土成 幫大家解釋這邊的土成 叫土成看守所啦 對 大家怎麼這樣 嚇我而不打開 感覺很恐怖 是不是這 這句話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是讀土木系之後 是會抓續官是不是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小豪老師 我們的這個土木相關的工程 它的案子其實都滿大的 所以它的金額其實也是滿大的 它為了把握能夠拿到這樣的一個工程 所以它可能不是走這個合法的途徑去取得 它可能會有走台面下的 一些賄賂啦 是不是我們可能常聽到說一些賄賂啦 或是想辦法要去把它標下來啦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比較不太那個的 你說它可能會收賄賂嗎 那個案子就是這麼大 所以它有辦法如果標下來的話 它一定可以從中獲利 不要講那麼難聽啦 想辦法從那個偷糧換柱啦 或是無鬼搬運 不管啦 反正就有辦法把這個錢拿下來 那所以前提一定要先標到案子 那標到案子該怎麼辦 它就想辦法 或許它就去找這個公家單位 用各種under table的方法 想辦法去把這個標案拿下來 拿下來以後 它才可以做後續 怎麼樣去喬它的錢出來 利潤出來 所以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不合法的事情 那這個水也是滿深的 就假設你都不會去碰那些違法事 所以我們違法事就不探討了 那同學可能會比較擔心說 將來當這個同一個土木人員的話 我不做違法辦計的事 我好像還有可能進土城 因爲什麼 舉個例子 第一個 如果說這個房屋 你怕它或打它 那我們其實有非常非常詳細的 引荐法規 全部照這些耐震去設計 比如說鋼筋的設置 或是什麼這個混泥土的膠質 全部都照這個法規去做 到時候如果真的遇到這種 比如說千年難得一見的 大地震 那個我想這個悲劇 雖然不希望發生 可是跟你也不會有關係 再來一個就是 房子倒塌可能少見 公安意外就很常見 公安最常發生的就是幾個 一個叫做 那所以你也不要再太擔心 其實我們台灣 關於這個公安的法規規範 其實是非常詳盡的 你只要完全做好的這個措施 比如說你房子墜落的話 你有這個安全帶 或是護欄 或是這個安全網 都做好以後 不過我想第一件事 先不要管這個官司的問題 至少可以把公安的機率降到很低 那就算發生了說不定只是小傷 再來第二點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如果真的還怎麼樣的話 至少你是該做的都做好 所以因此工地很多時候發生公安 那有的時候是這個 得過且過啦 我想有些人心態是像得過且過 簡單啦 這樣就好 歡情不來檢查啦 這樣子 那這個觀念絕對不好 因為有的時候 魔鬼就藏在這個細節裡 你秉持好自己 不要得過且過 很嚴謹的心態去面對這個工地的事件 應該可以把這個意外啦 還有這個訴訟的事情 降到最低啦 簡單分享 神才的土木系這麼多 那為什麼你們最後會選擇 中原土木系呢 之前要讀的時候就有聽說 很多畢業的那個校友嘛 他們就是會有人脈 然後他在業界就是很有名 然後像是我們最近就會很常 可能大事的時候 就有很多學長就是 拿個名片給你 跟你說你以後如果 找不到工作就直接進來 不用面試 你有拿到喔 你有拿到 有啦可以 所以你說你有工作 善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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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拿到畢業中心 中原土木系它是有 非常悠久的歷史 那我們過去這六十幾年來 培養無數的傑出的校友 我們有一位第一屆的學長 林鴻柱老師 他用了阿姆絲狀登陸月球 所帶回來的石頭 模擬太空的環境 拌出來混凝土 所以全世界最先研發出來 太空混凝土技術的是 我們中原畢業的學長 就林學長 林老師還在世的時候 其實對中原土木的幫忙是很多的 包括他有準備獎學金 讓同學們可以去美國 這些學長姐說實話 他們其實就秉持了一個精神 取之於中原 用之於中原 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提供了很多這個獎學金 給我們中原的同學們 像獎學金就是真的是 我們系特有的 它規定是系上的同學才可以申請 對 學校有學校的獎學金 系上有系上的 這對就是系上的同學是蠻有競爭力的 對 那再來剛才傑哥是不是也提過 說走在路上 我們這個校友 老闆就塞名片給他 沒錯 怎麼每年其實有很多校友 他們自己開的是顧問公司或營造廠 或是他在裡面當作的主要的幹部 他會提供很多這個實習的工作給我們 讓我們同學有時候是暑期 有的時候這個學業的時候去外面實習 透過這個前面前面的先實習的工作以後 將來畢業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無縫接軌 你就省去了再跟大家投履歷面試的機會了 在這個土木系應該大家都了解的更深入了 最後呢還有一個驚喜小彩蛋要送給大家 有邀請到一位重量級的嘉賓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嗨 大家好 我是中原土木系主任林銀竹 我相信大家看了前面的節目之後 大概會知道 這幾年算是我們土木系 非常的熱絡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我的態度是 歡迎大家來卡位 受到這一波景氣的一個影響 所以實際上外面的卡位戰非常嚴重 那甚至我很多的營造的廠商 也祭出高價來去搶人才 那除此之外 其實土木因為它的一個多元性 跟它未來的成長性 很多特質的人都很適合來念土木系 好像沒有就這麼多了 還有一位